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讲独体报表 现金流 然后讲合并报表 讲完这些之后 我们把这个报表分析这张放在最后 我们看一下这张的我们叫Citibus Content 就这张里面我们要讲的内容 首先先说我们分析从我们这一张的报表分析 首先说我们分析的是损益和资产负债 分析的是损益和资产负债 然后我们要分析哪几个点呢 从哪几个角度如何去分析呢 应该其实是应该是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就这第一点 叫盈利能力的分析 就你这些企业赚钱能力强不强 第二点呢实际上应该是后面这个二跟三合起来 是第二大点 我们叫风险的分析 我们叫风险的分析 风险的分析呢为什么分这两个呢 一个叫liquidity 我们叫流动性 流动性呢又叫短期常债能力的分析 下面这个第三点呢叫long term solvency 我们翻译成中文叫长期常债能力 所以这个liquidity实际上也可以 英文也可以叫做short term solvency 也是可以的 那为什么这个 就你要想一想 为什么这个常债能力 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 他我们叫他风险的分析 大家想 如果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 如果这个债务到期 你没有能力去清偿的话 那么你会有什么风险啊 大家想 是不是你的债权人会人家有权利 要求你进行破产清算 对吧 所以这所谓的风险的分析就是这个意思啊 短期来看我能不能清偿 我到期该偿还的负债 长期来看我能不能有能力偿还我的负债 这两个啊 但是分成两点了我们 另外我说一下 其实大家如果学过F3的话 我们我们现在这门课讲的这个分析 跟你们F3当时学的那个分析 在前两点来看 就是应该叫前三点啊 一二三 前三点来看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东西就是在重复我们 重复我们F3学过的内容 然后呢会多加进来一个呢 就是这里边的第四点 我们叫投资者的回报 这里边的investor呢 其实我们主要指的是就是股东啊 对股 这个企业对股东回报的能力强不强 这是新增加打 以前F3没有讲过 其他这个其实全都讲过啊 全都讲过 然后把这些 这个前面啊 其实我们主要讲的是 ratio 的计算 但是呢我会 就是咱俩都既然讲的计算了啊 我会带一点 对这个 ratio 的理解和应用 会带一点 然后呢第五点呢 它叫interpretation of accounting ratio 就是呃你上面这个算完了之后呢 那你要会分析 但我跟大家讲 其实像我们讲义里边的 就是我们讲义里边给大家写的这些 interpretation of accounting ratio 其实就全都是绝对呢 就纸上谈兵的那些东西 呃没有特别 你必须要看一下 看是必须要看 但是呢对实战来讲 没有太大的意义 这部分 这部分 就是你算完 ratio 之后分析 大家最主要的 就是要看你以往的 报表分析的那个真题 自己去练 去读后面它的那个 那个答案具体 我们怎么练 怎么读 我们到后面再讲啊 实际上这个只是给你啊 就提纲前领的说一下 没有什么太强的实战意义 然后最后这一点 我说一下啊 最后这点叫 它叫specialized 或者是什么not for profit and the public sector entity 这个东西呢 是说对那些非盈利机构 什么政府机构啊 像这个国外的什么医院啊 呃这个呃什么 呃什么福利性的这种机构啊 就他们都都叫什么 非盈利性机构啊 对他来讲 这个报表分析 要从哪 要怎么样去分析 他跟我们前面讲的 主要是针对盈利性的企业公司 那这些是非盈利性的 你怎么去分析他呢 我先说一句 这个第六点 我会把一些内容 以PPT的形式 就是讲义的形式 给到大家 但是我们讲课 我们就不再讲他了 因为这个东西 可以说不考啊 这个东西可以说不考 大家看一下 而且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你们管理会计里边 应该是应该是应该讲的比我要细啊 你讲的比我要细是吧 大家自己看看就完了 内容我给到大家 所以我们主要讲的就是呃 其实主要讲的就是前四点 第五点是让你自己去练 要自己去练 好了 我们开始啊 好了啊 那我们先看这第一点啊 这盈利能力的分析 盈利能力的分析呢 一上来呢 就是margin 三个margin 跟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啊 F3讲的一样 三个margin 首先我们先明白什么叫margin 像我们前面讲 给大家讲那个什么叫markup 什么叫margin 我说过 所谓的margin 指的就是利润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 利润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 就叫margin 所以呢 为什么是三个margin呢 因为我的分子会取三个不同的利润 给大家看一个表 给大家看一个图啊 你看啊 这个就是我写的一个 就是简单的我们损一表的一个format 对吧 损一表非常简单的一个format 我们这里边有几个利润呢 最主要的利润 你看我给你圈圈啊 第一个毛利 第二个 稀税前利润 我们也叫operating profit 这个稀税前利润 也叫operating profit 好吧 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所谓的净利润 净利润 好吧 那你看这三个利润有了啊 三个margin就有了 我们看一下啊 第一个margin 叫gross profit margin 所谓的毛利率 毛利率呢 就是用X1毛利 就是毛利占Y 交受收入的百分比 啊 这个简单吧 好 然后呢 就operating profit margin operating profit margin呢 就是用PBIT 稀税前利润 除以销售收入 百分比 对吧 最后一个净利润率 the net profit margin 用X3 就这个净利润 看看它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 计算非常简单啊 计算非常简单 我们简单给大家说两句 这个这个这个 就所谓的分析 所谓的理解 我呢 就是抛砖引语 我们考试的时候 大家注意啊 这个报表分析这个题目啊 其实你要说 他那个20分 你说有多难得 那个分有多难拿到吗 其实 其实并不难 我会给 后面会讲题的时候 会给大家总结一下 一点小套路 不一定能套哪一道题 不一定能完全套哪一道题 但是呢 我们尽量把那个思路的框架 给它框定下来 你可以照着那个思路去写 这个 就是他 他分析的题目 就是很灵活 为什么说我在这儿 就只能是抛砖引语的讲一下呢 因为你发现 你去看历年的那个真题 每一道分析的题 跟每一道分析的题 都不一样 他跟我们编财报的题目 不一样 你比如说我们独体报表 你会发现 这独体报表啊 你看几年的真题 你就知道了 去年跟去年 去年跟前年 就是他会有一些雷同 有一些类似的东西 合并报表也是这样 你反正合并自想负债表 反正就那几步 working one working two working three working four 你反正就那几步 但是分析不一样 就他稍微变一个 同一道题 我稍微给你变一个 情境的这个描述 那可能分析的这个角度 就不一样了 是很灵活 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 没那个分没有这么难得 就就考试来讲 分其实没有这么难得 你把那个 后面我们讲的那个框架 大家自己记下来 然后多练习练习 这个分析一定要多练习练习 你不要说老师 我那个你想完了啊 那个我反正我就背答案 我背几年的答案 然后我上考场了 没有用啊 你到时背完之后 因为他每一道分析的题 他都不一样 所以你没有办法说 把你背的那个答案 给他抄上去 一分也得不着 好吧 要理解 然后会写啊 并不难得分 然后 你看 你上次说一下 你比如说这个毛利率 毛利率 先说毛利率啊 毛利率这个东西 毛利率这个东西 其实是我们F2也好 F3也好 就特别爱考的 你比如说啊 我给你举个例子 他说这个有一个A公司 有一个B公司啊 然后A公司的毛利率 是40% B公司的毛利率 是25% 我问你 能不能说A公司 做的就比B公司好很多 当然不能 我要看这两个企业 是干嘛的 同学们记住啊 就凡是报本分析的题 我问你 能不能这么说 你就记住 你就摇头就完了啊 能不能这么说 你就摇头 为什么 因为报本分析这里边 大家你看 你们写那个分析的题目 一定要多用什么词呢 一定都用这种词 啊 should 什么may 就这种啊 应该啊 大概其可能 你就不用这种词 就肯定没错啊 耶 这个 为什么 你看你毛利率这么高 这毛利率这么低 怎么就不能说 这个人家A企业做的好呢 那你要注意 你看 你三十和十五讲 就是你要看这个企业 它的经营性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十五当中 你会发现说 经常什么样子的企业 它的毛利率 就要偏高一些呢 就这种企业 它毛利率如果不高的话 这企业活不下去了 哪种企业呢 一般就是那种商业流通型的企业 例如说快餐行业 快餐行业 它 你就是麦当劳肯德基 它的毛利率较偏高 是为什么呀 因为你发现 它的那些支出 那些支出 集中在毛利底下的那些期间费用里头 比如说 啊 它有大额的促销费用 大额的广告费用 这些都不在成本里核算 它成本 你想 它有什么成本 它没有生产加工过程 它就是直接进那些个什么什么鸡腿鸡块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那些 已经加工过的那些原材料 它进来之后 然后就稍微热一下什么 夹一下什么的 就卖给你了 所以它没有那种非常复杂的后续的生产加工过程 所以它成本那块 它的成本就这个 你看 它收来这么多钱 这是这是收 这底下就是往外支支支 往外往外出 所以 所以它收来这个钱 它的那个支出 在成本这块的支出 就这个数 相对来讲 占比是偏小的 因此它的毛利率会很高 所以它毛利率高了之后 它是为了什么 它为了cover底下这些支出 你知道吗 你像毛利率低 像百分之二十几这种企业 你看哪种企业 就生产制造型 这大 尤其是大型的资本密集型的 这种生产制造型企业 它一般毛利率就偏低 是为什么呀 那些生产制造型企业 它的主要的那些 那些 那些 出的那些项目 都在哪了 都在成本这块 就是 它那个原材料进来 要经过非常复杂的 生产加工过程 包括他们 比如说这个 很贵的机器设备的 这个折旧 对吧 厂房 折旧 这个它可能有很多的 这些专有技术 什么的 要摊销 就它那些东西 和生产相关的专有技术 那些摊销 全都在核算 在成本里 这你们F2学的 怎么去allocate 那个成本 对吧 全都在成本里头 相比 相比较而言呢 它底下那些期间费用 就占比就很小 占比就很小 所以它的 你会发现 这样的企业 它可能到净利率这边 差不多了 都是两个点 三个点 是吧 可能到净利率就差不多了 明白吧 就是一个 那比如再给你举个例子 你看 你看这个 这怎么着啊 我说呢 都是A企业啊 都是A企业 这是A企业的2017年 这也是A啊 这也是A 这是A的2016年 我说啊 它2016年的这个 这个毛利率是43% 就去年的毛利率43% 今年是毛利率40% 啊 好了 我说了 你这A企业 你今年干嘛了 对吧 你没好好干活 你不好经营 你看你毛利率都下降了 你做的一定不好 能不能这么讲 不能这么讲 同学们 我要分析你的毛利率 就是为什么要报表分析啊 是吧 我们不能说 哦 这个比率这个低了啊 就一定好 一定不好 我们要找原因 我们要找原因 你比如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有可能什么原因造成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你比如说啊 我说啊 这个A企业 我现在告诉你了 他在2016年的时候 呃 他在2016年的时候 把一个什么东西的 这个折旧 放在是放在期间费用里头 然后呢 到了2017年呢 他把这个东西的折旧 呃 给他从期间费用里头 比如以前进管理费用的啊 给他从管理费用拿出来 放进成本了 他就做了一个重分类 你说是不是就会导致他2017年的毛利率下降啊 但是是不是由于他经营不好导致的 并不是啊 并不是 明白吧 啊 所以 你看吧 这都不一定啊 这都不一定 你比如 再比如说啊 再举个例子 啊 再举个净利率的例子 比如说啊 这个A公司啊 A公司 A公司2017年 这个净利率啊 或者什么稀税前利润 这个也行啊 Breathing profit margin也行啊 比如2017年啊 他这个啊 净利率是3% 啊 3% 然后2016年 2016年 他这净利率是1.8% 下边的啊 这边边的啊 1.8 哎 你看我能不能说 哎呦 你看你2017年啊 你你这个业绩大幅度提升 是不是啊 你去年净利率才1.8% 你今年都3%了 你今年做的真好 我能不能这么讲 同学们 你也也对对 学会摇头啊 你也不能这么讲 为什么呢 我要看你今年的这个利润的增加来自于哪里 比如说结合我们前面讲现金流 我讲过的 我如果发现说你今年利润的增加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这个毛利底下 比如说啊 有一个有这底下有一个profit from disposal 这个数特别的大 就这有一个profit on disposal 这个数特别的大 那我分析的时候要怎么办 你这3%不说明问题 懂吗 我要在那个利润里头 就这个x3 我要在这利润里头 把你上边的那个特别大的那个profit on disposal 给他拿掉 我再给你重算一下 你2017年的净利率 净利率到底有多少 为什么要减掉它 因为你看你分析的就是要说 这个profit on disposal 是one off transaction 是一次性事件 今年有了 明年不会再有了 也就是说 我如果把今年把这个 这个净利润里头含着这个profit on disposal的话 说白了就是两年不可比 是吧 因为我16年没有处置固定资产 你17年处置了 那所以你这个利润里头含着那个数的话 这两年的这个ratio就不可比了 所以你看以前的那个真题啊 这是最常让你做的一个调整 就是这种一次性事件 你在做ratio分析的时候 就要给它剃掉 你把它剃掉 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不剃掉 你先算一个 然后等你写分析的时候呢 你再把那个一次性事件产生的一个影响 从你的ratio计算里头 再给它剃掉 你看看现在你算的这个ratio是什么样子 然后你再说啊 你看有可能这剃掉之后 今年才1.2 比如他那个数特别大 非常有可能 算了1.2 那你就说哦 你看今年的财报 被那个profit on disposal 那个数粉饰了啊 那个粉饰那个是你们 你们看过以前的那个答案啊 他特别爱用的一个词叫flattered 我们叫吹捧啊 那个用在这就非常好 结果今年的这个 这个financial statements was flattered by the one-off transaction 你可以就这么写 对吧 那你可以说 那我剃掉那个profit on disposal 实际上 你今年的利润率是不如去年的 对吧 再比如说啊 咱再举个例子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那个 像我们F3的时候 或者F2的时候 经常出这种选择题 他问你什么呢 他说你他说你前面给你个描述 说你看我今年啊 毛利率跟去年比毛利率啊 毛利率啊 跟去年比下降 然后底下说ABCD 哪个是有可能造成毛利率下降的原因 那你听第一个 比如A选项 他说我今年产生了大笔的广告性的支出 选不选 不选 因为广告性的支出是在底下 是在配销费用里的 是在期间费用里头的 它不会影响你的毛利率对吗 啊 那你再比如说你听这B选项 B选项是说啊 今年我的原材料的供应商给我涨价 哎 是不是选B 对吧 你看我们如果是在这个这个初级阶段 Fundamental那个阶段啊 你看这个题呢 我们就选B嘛 你原材料供应商给你涨价了 会增加你的成本吗 对不对 但是我提醒大家注意 如果我们真的是在F2这个阶段 就是我们那20份的报表分析那个题 他如果真给你来这么一条 说这个你看这毛利率下降了 然后你分析原因啊 又跟你说说今年用这个供应商给我涨价了 那你分析的时候要不要提这个说 你看我毛利率下降啊 主要是由于供应商给我涨价造成的 要不要提首先先肯定点那当然要提 这个必须要要提 就是我们那个scenario case的这个描述当中给 给出来的那些线索 你在分析的时候是必须要提到人家的啊 这个是得分点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得分点 但是但是我们 就是你你水平稍微高一点了吗 你知道多想一步 你想啊 他原材料的供应商如果给他涨价的话 那应该是他的采购成本上升 比如说给他涨价3% 哦那我的采购成本就我的成本上涨3% 没问题 但是一定会造成我的毛利率下降吗 你要想不一定 如果我我这个企业是一个定价权非常强的企业的话 我的供应商给我涨价3% 我扭过头去就给我的客户 我说我给你涨价5%啊 我的客户也批颠批颠的要来买我的东西 明白吗 就是我涨了价人 你来买我的东西啊 那你说我毛利率会不会下降 不会下降 是吧 这都是你discuss的点 明白吧 就是人家给你的线索可能只是一部分 但是你可以讨论啊 你不一定给他下结论 我们我们分析不是下结论 我们是讨论 是commend 是discuss 明白吧 啊 这就是你discuss的点 好吧 然后举这么几个例子啊 帮大家 咱们一点一点进入状态啊 进入这个报表分析的这个状态 来后面啊 这一页PPT 我给大家做了一页这个东西啊 这个是你们教材上就不会有的这个东西 我就是结合历年的这个分析的这个题目 因为你们报表分析 他特别爱考这个就是在那个毛利率上给你讲故事 明白吧 所以我给大家总结了几个有可能造成我毛利率下降的原因 就是几点提示啊 就几点提示给大家扩展一下思路啊 看看啊 第一个啊 那就是有可能呢 我今年打折 我今年打折销售 有可能我做促销 我做促销 所以成本一定的情况下 我打折卖 成本一定的情况下 我打折卖 是不是就毛利率下降 对吧 可以可以discuss 可以讨论啊 第二点呢 有可能就是我供应商给我涨价了 供应商给我涨价 并且呢 是我这公司没有办法将上涨的上涨的成本 这块传递给就传导给我的客户 明白吧 那就肯定我的毛利率会下降 我刚才提过啊 来第三个 第三个我解释解释 很多同学不懂这个 我就说一下 这叫change in sales mix 呃 什么意思呢 你看后面有句解释 他说 他叫more sales made on lower margin product 给大家举个例子讲一讲 用大家这个平常 我们生活当中 大家切身能体会到的 比如说你去快餐店 你去点一份餐 你去比如说去麦当劳点一份餐 一杯可乐 一个汉堡 一个蛋挞 你觉得你买了这些东西之后 这个麦当劳的这个会计 他会怎么核算 就你这一盘东西 你觉得他会怎么核算 我告诉你哈 他对每个产品都有收入 就是他那个价格 你比如说你一杯可乐 现在多少钱 一杯可乐 比如说八块钱 我还真不知道 一杯可乐 比如八块钱 那是那是这一杯可乐的销售收入 他会单独核算 这一杯可乐的那个成本 明白吧 所以大家注意啊 他这个每一个产品 他每一个产品 一杯可乐 一个汉堡 一个蛋挞 每一个产品 你看起来好像都是吃的 但是对麦当劳的那个会计赛 他看起来是每个不同的品项 他每个不同的这个品项 都会有每个品项不同的利润率 他会给每一个东西核算利润率 你懂吗 就有可能这一杯可乐 他卖给你 他能挣 比如说啊 我说的是毛利率啊 我说的是毛利率啊 咱不管给你净利率啊 这这一杯可乐卖给你 售价减去就这个原材料 就这个杯子 还有这个里边这个 这个可乐这个液体啊 就这个这个成本 可能他的这个毛利率是百分之六十 然后呢 这个汉堡他卖给你 这个汉堡的毛利率 可能是百分之四十五 然后那个蛋挞他卖给你 那个蛋挞的毛利率 有可能是百分之五十五 所以他每个品项 每个单品 他的利润率都是不同的 因此大家想 他在这一个会计期间里头啊 像刚刚我举的那个例子 我这瞎说的啊 他不一定对啊 你别拿着这数去 问人家麦当劳的会计下 我瞎说的 就是你比如说他在这个会计期间里的话 就这个 比如这个月跟上个月比 我这个月卖的可乐特别多 比上个月要多 你说我的整体的这个毛利率 是不是有可能就有所上升 对吧 对吧 因为他的那个毛利率是最高的 就我毛利率高的那个东西 如果卖的多的话 我整体的毛利率是不是就会上升 明白吗 这叫sales mix 啊 这叫sales mix 其实所有这些像这 大家经常接触的一些日用品的什么的 其实都有这个道理 比如说洗发水 你看同一个厂商他生产就是不同系列的什么男用的女用的什么小孩用的 就是他每一个产品的那个利润率其实都不一样啊 他会他经常会大家你看那个呃像像那快餐店他经常会做促销 他为什么做促销呢 其实他那个促销政策不是说一拍脑门就出来的 他是经过人家这个非常详细的会计核算的 他其实有一些促销的这个行为 他就是想多卖给你他那个利润率高的那个东西 有一些就是这样子 好吧 那也说一下啊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刚才我也举个这个例子啊 叫cost classification分类的问题 对吧 对以前呢 我这东西就放在呃 期间费用里头啊 现在呢 我给他放进成本里头了 那也会造成利率的毛利率的波动啊 好吧 当然还有很多啊 我就是啊 就就就给大家提这么几点 哎 另外另外我说一下 我们报表分析的时候啊 你可以猜了吗 啊 你可以猜 就是你在分析这个 报表分析 你可千万不能只告诉人家说 就写一个啊 今年利润率跟去年比上升了百分之几个点 好 我分析完了句号 你一分得不了 就是你你写完这个上升下降之后 你一定要给人家分析原因 我们有些时候呢 体理体理边会给你一些提示 你当然要说 刚才我已经讲了 那有的时候体理如果没有提示的话 而且你要看到他这个比率波动的特别的大 特别明显的话 那你一定要合理的猜测原因 你一定要合理的猜测原因啊 就我给大家这几个提示 是大家写的时候 你可以看情况去写的 都可以啊 都可以 好吧 这是几个margin啊 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我们叫asset turnover asset turnover呢 我们叫资产的周转率 我们叫资产周转率 我说这所谓的 这所谓的资产的周转率 我们先讲一讲他到底想算的是什么 你先听一下 我们这个资产周转率呢 他想看的是什么呢 他想看的是说 他想看的是说 我在这一个会计期间里头 用我自己企业所拥有的那些资源 资源叫资产 对吧 我们就是F3最开始讲的时候 resource等于source of resource 就是资源等于资源的来源 资源就是资产 资源的来源就是负债及权益 对吧 所以呢 我想看的是说 我用这么多的resource资源 就是资产 我用这么多的资产 可以多少倍的generate出来销售收入 可以generate出来多少倍的销售收入 这个比例算出来啊 我跟大家讲 一般来说是一个大于1的数 一般来说啊 是一个大于1的数 他就是说2.6啊 他就2.6倍 times 明白吗 但是呢 大家看 然后再接着详细说一说啊 我们这个ratio的这个计算啊 其实大家一定要灵活 我们这个ratio的计算呢 实际上就是做报表分析 做财务分析的人 他想 他通过自己的这个考量 然后他觉得说这个ratio要怎么分析 这ratio就是我们这个很多的做报表分析的人 我们通过对于这个这个多年的实践 我们设计出来的这些比例 但是考试的时候呢 包括其实我们实务当中做财务分析的人 其实你去看吧 就是呃 比如说有五个做财务分析的人 可能有三个 算同一个比例的时候 有三个人用一种方式 那两个人用另外一种方式 其实都可以 就你找保持可比性就行 因此你看 我们就像这个资产周转率啊 我们有的时候 你看那题底 他叫net asset number 就是他连名字都可以不一样 明白吗 他叫净资产周转率 但有的时候名字不一样 但其实计算方法是一样的 你懂吗 啊 就是你看 我说的是资产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再灵活一点 就是我不想看所有的资产 我想看什么呢 你注意听着啊 我想看那些 由长期稳定的资本结构 所finance起来的资产 也就是说 啊 A A 资产等于 L 加E 对吧 A等于L加E 资产等于权益 负责也加权益 就是 我想看我这些资产里头 我想看的是些 是那些 由长期稳定的资本结构 所finance起来的资产 可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呃 就是我们资产 是有实物的载体的 那就说我问你 你比如说 你能不能看着你这些桌子 椅子 就这些电脑 这些灯什么的 能不能指着这些东西 你告诉我 就哪些是由我长期稳定的资本结构 长期稳定资本结构 比如长期借贷 所有者权益 那个钱是从 比如说长期借贷来的 啊 这桌子 比如这桌子 这个角 这桌子 这个角是流动性负债来的 那桌 那半俩 那个都是长期负债来的 你能不能指着资产 告诉我 告诉我这些东西 你说不清楚 既然我们左边说不清楚 我们从右边说 由于存在等式关系 负债又分成current liability 和noncurrent liability 所以呢 我既然左边找不着 那个长期稳定的资本结构 finance起来的资产 所以我从右边找 好 把他俩加起来 就是长期负债 加上所有者权益 啊 所以你看啊 我们这个公式 就是我们不看所有的资产 我们看的是什么呢 看的是长期稳定资本结构 finance起来的极限 但由于这边没法找 所以我们就分布改成了 这个叫ncl加equity 好了 先把这公式给大家 这公式啊 应该这么写 这个政策的这个公式 应该这么写啊 就是sales revenue 收购收入除以capital employed 但是capital employed 等于什么呢 这个数等于什么呢 就刚才我告诉你这个 等于ncl加equity 或者也可以怎么算呢 也可以用total asset 减current liability 是不是一个数啊 对吧 啊 好 现在你知道了啊 我们ncl加equity 或者资产减流动性负债 就是这个capital employed 就是我们资产周转率的 这个分母 这个分母 分子就是销售收入 啊 所以你看底下我有capital employed 等于shareholders equity 加上长期负债 或者呢 等于总的资产减去流动性负债 好吧 你看啊 这个东西 咱先把这说完了啊 这东西算出来呢 是一个倍数 那也就是说 呃 是不是就是 我如果倍数越高 你你咱假设分母一定啊 假设分母一定 分母一定的情况下 你这个倍数越高 是不是说明我 对我这个资产的使用效率就越高 对吗 我用我现有的这些 这些这些资源 能够更多倍数的generate 出来销售收入 是这意思吧 啊 倍数越高 使用效率越高啊 另外我在这讲到这 再说一点 就是 其实我就结合我前面说的 就是Ratial的计算 非常的灵活 但是呢 不管它怎么灵活 我们要坚持原则 什么原则呢 我们要坚持可比性的原则 参与号啊 参与号 我跟 我说什么叫可比性啊 什么叫可比性 就是 咱说考试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考试的时候呢 呃 它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比如说它让你分析 2017对2016 两年对比 啊 有一种情况呢 是它把2016年的这个ratial计算好了给你 然后呢 让你同样的对着去计算2017年的 那这种题呢 你在计算的时候 你就要看好 人家那个ratial 虽然名字啊 可能跟我讲的名字一样啊 但是它有可能计算的时候会有一些调整 它有可能计算的时候会有一些调整 但你记住 就不管它怎么调整 我们的原则就是 它去年怎么算的 你今年就怎么算 我们保持两年可比 如果说没有给去年的ratial 它直接让你自己算两年的 那你怎么办呢 你就老师我也不知道哪个调哪个不调 怎么办啊 你就坚持一个原则 就是两年你要调你都调 你要不调你都不调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公式里边这个N这个这个长期负债 这个长期负债 实际上呢 我这么给大家写这个公式呢 就比较粗 比较粗线条 懂不懂 正式做分析的时候啊 这个长期负债 其实它有一个条件 它不是所有的资产负债表上的长期负债 都用在报表分析里头 它应该叫interest bearing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长期负债 只要什么 只要那些产生利息的负债 那也就是说有可能是什么 你比如说20162017 他给你两年的资产负债表啊 这个NCL底下 除了一个long note之外 还有一个DTL 还有去年是30 今年是50 你会发现说 他在算这个ratio的时候 没有这个DTL 就他取这个长期负债的时候 没有取这个DTL 是为什么呀 因为我之前说我DTL这个东西 跟利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它是我们会计准则硬性规定 就把它放到非流动性负债里的一个东西 就不是说DTL 我们之前说过DTL说白了就是什么 就是你欠税局钱 DTL这东西从理论上来讲 就是你欠税局钱 但是你说要不要给税局付利息 没有 那你反过来讲 那难道说DTA DTA什么叫defer tax asset DTA说白了 其实就是税局欠咱钱 税局欠咱钱 你不能说你看你看你跟税局说你税局 我这我这账上一个那个电锁的税资产 那你给我利息 是吧 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他跟利息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在算这个ratual 不要他 不要他 你再比如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那个 之前讲过那个租赁负债 大家记不记得 那个租赁负债 我们是人为的把它分成current noncurrent对吗 也就是说你的那个流动性负债里头 也有一笔租赁负债 实际上像这个呢 我们在做宝尔分析的时候 就应该把你流动性负债底下 那个租赁负债 在算ratual的时候 给他加回来 明白吗 就这个你这分模里头 这个长期负债 除了你资产负债表上的长期负债之外 应该把你那个current liability 底下的那个lease liability 那部分也给他加回来 因为那个数本身就我们人为品 人为分开的 明白吧 但是原则就是你只要保持可比性 因为我们做分析很多时候就是趋势的分析 所以既然是趋势的分析呢 你只要保持这两年你瑞设的计算 是原则是一样的就行了 原则是一样的就行了 你比如像这DTL 你说老师我 我想不起来去替这个DTL 我算的时候想不起来 你想不起来你就这样 你想不起来是吧 你就闭着眼睛 就把它都放到NCL里头 他他可能会扣你一点分 但是没有关系 可能扣个0.5分 就你算这个的时候 这个真的是应该替的啊 这个真的是应该替的 你要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就带着他算 但是他不影响你整体的分析 明白吧 他不影响你整体的分析 好了啊 来我们看第三个啊 盈利能力里边的第三个叫ROCE ROCE呢叫return on capital employed 大家看那名字啊 这名字其实就是公式 这个on就是那出号啊 那个on就是出号 这分母呢 那你看分母就是刚才 我们讲的那个capital employed 这就NCL加equity 然后分子呢 我们报本分析里边 你一看到return这个词 你就要马上反映过来 这个东西其实就等于利润 啊 他取的就是一个利润 只不过就是问题 就是取哪个利润的问题 是吧 因为我们的好几个利润啊 我们看啊 RC等于什么 我们取稀税前利润 大家注意啊 我们先不管他 我们先不管他 这个东西 基本上不用 我们也基本上不考 一会儿在最后再说啊 先不看他啊 这RC等于稀税前利润 除以capital employed 这个是个百分比 这个算出来是个百分比 应该乘 就是26%啊 27%啊 这个应该是个百分比 好吧 可是呢 这个raturn啊 虽然这个raturn很有名啊 这个raturn这个名气大大的啊 它是我们财务分析里边 那个杜邦分析法的 那个起点 那个起点 但实际上大家会发现 你看看 我们后面给大家讲 你会发现 这个RCE RCE是我们分析呢 盈利能力一上来 第一句话 你就跟他说 你说RCE 比如说今年跟去年 比下降了三个百分点 这是第一句话 然后后边 我们其实就不再讨论RCE了 因为RCE这个东西 本身分析不出来什么 我们要干嘛呢 要把RCE给它拆开 怎么拆呢 你看啊 这两个相除 是不是等于这两个乘起来 就是你看 你看 Sales除以Capital Employed 乘以PPIT除以Sales 这俩约掉之后 是不是就是他 就是他啊 那你看看这个 Sales除以Capital Employed 这是什么 前面讲过 PPIT除以Sales 这是什么 前面也讲过 所以我们发现说 ROCE等于Operating Profit Margin 就这个 乘以Asset Turnover 就这个 没有吗 ROCE等于这两个相乘 所以这个ROCE 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拆开分析 我们就是你要 你看你上来说ROCE 比如说下降了三个百分点 然后后面你就要拆开说 你说ROCE的下降 到底是由于今年跟去年 比Margin下降造成的呢 还是今年跟去年比Asset Turnover 下降造成的呢 然后如果是由于Margin下降造成的 你紧接着底下 就开始长篇大论 开始说 Margin为什么会下降 这个那个原因 开始写为什么 好吧 然后咱说说为什么要拆开 我们说为什么要拆开 大家想一下 你说这个Margin Margin什么叫Margin 什么叫Margin高 什么叫Margin低 大家是不是都想说 比如说同样是生产 那个包包的啊 皮包的 你看同样生产皮包的 我们就是大家是不是都想说 我假设成本都是一千块钱 假设成本都是一千块钱 大家都想把这个包卖成五万块钱 一个问题是你想这么卖 有没有人买的问题 对吗 那个什么什么LV啊 什么爱马仕那个包 人家成本这么便宜 人家真的就可以卖好几万 人家有人买 你旁边那个什么路边摊 那个那个阿姨卖那个路边摊 什么赶集啊 卖那个包 他可能成本 比如成本十块钱 人家人家卖十一块钱 你还在那拼命跟人家花价 你说那个阿姨 你这太贵了 那个十块零五毛 你看卖不卖 就是大家想说 这个Margin高 Margin低意味着什么 你想Margin高 我一千块钱的成本 我就能卖五万 就能卖八万 啊 我那个什么十块钱的成本 我卖十一 你还跟我花价 就Margin高意味着什么呀 是不是意味着就人家愿意买 说白了叫人愿意买 再说什么点 叫外部对你这个产品的认可度啊 对吧 啊 因为谁都想卖高价 问题是有没有人愿意买 去这意思吧 所以呢 那我们这个也可以叫什么呢 叫你的产品 你的产品是否effective啊 什么economic effective efficient 这个三个亿啊 就是你们管理会计老师讲的东西 对吧 我们就拿来用就完了 不解释这什么东西了啊 就你的产品外部是否 是否对你的产品的认可度怎么样 你能不能卖一个高价钱 大家在看你 你说这asset turnover 他在算什么 你看这个asset turnover 你在算什么 这底下是我的那些资源 我用我既定的这些资源 今年能够generate 出来多少倍的销售收入 他在算什么 算你内部的一个运营效率 对吗 这意思吧 算你内部的运营效率 也就是说我内部运营的是否efficient 好吧 所以我想 我说这个呢 其实想告诉大家 这个ROCE 为什么一定要拆开看 是因为你看他发现 这两个讲的完全就是两码事 讲的完全就是两码事 比如大家设想一下 比如说这个有一个卖奢侈品的一个公司 新奢侈品的公司 有一个是搞批发的 好像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好像这两个公司就完全不搭嘎 经营性质什么完全不同 可是你会发现说 有可能这两个公司的ROCE一样 我举的例子比较极端啊 就是咱假设 他一样 那一样的话 你要光看ROCE 你说那就是一样 那我分析不出来什么 但是你一旦把这个拆开 你就会发现 可能你就看到他们不一样的地方了 你会发现说 那个卖奢侈品的那个啊 它的margin会很高 它的margin会很高 你买什么叫奢侈品 奢侈品就刚刚我说的 成本一定 我就要差一个高价钱 我就要卖一个高价钱 但是呢 它的asset turnover 你看什么叫asset turnover 你看那工具 这个叫长期的资本性的投入 大家想想 那卖奢侈品的 他那个什么店面的装修 要超豪华 极其豪华 对吧 那个办公室要租在这个 或者要买在这个最贵的哪 贵买哪 是吧 就这个写字楼啊 豪华装修 甚至一般这种企业 他就要个要个面子 你知道吧 就是他根本没有这么多人 结果这写字楼呢 他租了五层 他就用两层 他宁可那三层亏着 就是那个那个架势要摆出来 你明白吗 这些东西都是长期的资本性的投入 才能finance起来他 才能fund他 FUND啊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他这个分母会相对偏大 分母会相对偏大 所以他这个asset turnover 会相对相对偏低 margin偏高 所以ROCE成出来 就跟那搞批发的差不多 你看你在想那搞批发的 什么叫批发 大家想 什么叫批发 大家想一想 批发我们这四个字叫批发 叫薄利 然后多销 你先说薄利 薄利就见利就走 见利就走margin低嘛 见利就走 就是margin低 对不对 多销 什么叫多销啊 就是你要 你要有量啊 你比如说 我这个 我这个棒棒糖 比如说棒棒糖 这五毛钱 我进货五毛钱 你外面零售的话 你可能卖一块五一个 但是你要上我这批发来呢 你可能五毛五 我就卖给你 但前提是你买一个 你要买一个 我五毛五可不卖给你 你要买的多啊 比如说你成乡 好几乡买 我卖给你 所以就他的这个销售收入的 这个绝对值相对而言啊 销售收入的绝对值要偏高 他margin算低 但收入的绝对值高 然后呢 他的这些资本性的投入 你想吧 你二搞批发的 反正我要搞批发的啊 我就 我就不要什么豪华的这些装修啊 我就 比如说那个什么居民区啊 一楼 然后找找找找一个什么一室一厅 然后租一个就完了 是吧 然后弄点办公设备就可以了 然后我弄个仓库啊 远点没关系啊 刮风下雨别漏就可以了 就我这些资本性的投入 会keep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明白吧 像这个数比较高 所以他相比较一样呢 margin低 但是asset turnover会偏高 那就造成他的RCE 这种企业人家能活着 活挺好 大家都能活着 但是活下来的方式不一样 就这个意思 好吧 然后这个刚才RCE说完了啊 我们再说这ROE ROE大家简单看一眼就完了 它叫return on equity 这是说白了 就是我们只看对 就是权益的持有者 叫股东 对股东的回报 对股东的回报 这个东西呢 大家想 你那个净利润 profit after tax 净利润是完全回报给 他这个分母 这个股东指的这部分 就他特指是一个普通股的 那部分股东 所以呢 你这个净利润是最后都 就是都能回报给这个普通股的股东吗 其实并不是 我们还要减掉这个给优先股的股东 所以他叫profit after 一个tax 一个preference dividend 然后呢 再除以这个equity 这个东西啊 其实在算的就是那个 我们的第四点 叫investors return 但是呢 对股东的这个回报 其实很少有人用它去做分析 你们看历年的真题 基本上没有考过这个东西 没有考过 我们那个investors return 后面会给大家介绍几个 比它要好用的多的ratio 因为它不好用 因为它不好用 所以有好用的 我们就不用它了 明白吧 把大家知道一下就完了 然后呢 给大家补充一个 这个我加进来的 这个1.4这一点 这点为什么加进来呢 是因为最近啊 有几次考试 就是他有那个选择题之后 就经常出 就问这件事 我们在这把它 给大家明确一下 你看你读一读啊 他说如果我的这个财报啊 prepared based on historical cost accounting 如果我们是历史成本法 就结合我们前面第17章 讲的那个通胀会计啊 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们现在这个编财报 就在历史成本法 那么在通胀时期啊 它前提就是通胀时期 通胀时期呢 那我的首先固定资产呢 有极有可能会被低估 极有可能会被低估 前面讲过对吧 那你资产被低估的话呢 因此呢这个折旧费用 就同时被低估 对啊 咱一个一个看 你先别看后面这个结论啊 你想 如果我的non-current asset 被低估 我们就叫asset base 这个分析里边用的名字啊 asset base 这如果我这个资产被低估 你想资产等于资产等于 负债加权益 对吗 你这个资产如果被低估 是不是就是净资产就会被低估 对吧 所以你看那你那个 我们刚才算那个roce的里边 那个叫capital employed 等于ncl加equity 所以这个capital employed 是不是就会被低估 没错吧 所以这个分母如果被低估了的话 那么就怎么样 你的roce有可能被高估 你的roce有可能被高估 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他那个分母被低估了 你整个这个ratio 是不是就有可能被高估 好吧 这些第一个啊 另外你再想那折旧费用被低估呢 折旧费用被低估 直接影响你的利润率啊 是吧 费用被低估 利润就被高估 所以有可能高估roce的同时 也高估了你的margin 明白吗 啊 高估roce的同时也高估了你的margin 好吧 好 我们这个盈利能力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啊 这一刻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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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